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 早安 还有我们在网路上的家人朋友们 早安 今天早晨我想和大家分享 关于神的同在 当然我们每一次在这里 我们都讲到神的同在 可是神的同在就是我们 唯一的避难所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 听见我们一个老妈妈 不是老妈妈 我们的一个妈妈 就祷告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对 真的 我觉得神 祂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祂就是我们的力量 祂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其实我真的觉得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紧密 或者说我们跟神有那个很牢靠的关系 你会发现那个风暴 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越紧密 风暴对你来讲 同样的风暴 关系不好 或者我们没有好好地扎根在主的里面 你就觉得这个风暴大到你几乎承受不了 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 你就会发现 这个风暴好像还可以承受 前两天礼拜二晚上深夜 那突然就台北吧 因为我们在台北嘛 就是就下暴雨 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 哇 那个雨 那天因为我们睡在教会 因为我们第二天有服饰 那教会 当然我们办公室那边是 它是铁皮屋嘛 所以你知道 那个声音就会加倍 如果它的 因为那天牧师睡一睡 他就说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它那个雨好像 它就什么样 倒的一样 啪啪啪 然后 然后那就很大很大声 就有点恐怖这样子 如果你想象那种铁皮屋 然后呢 然后那个雨 当然那个声音会更大声那种感觉 有点恐怖 好像房子都快被冲走的那种感觉 台风不过了吗 又来了 啪啪啪很大声 可是我就想说 同样的风雨啊 我们住在市区的时候 我们的家是 不是铁皮屋 是砖造的 所以你知道它就感觉 而且我们家有两层窗户 因为在市区比较吵 所以两层窗户 其实你会感觉到 那个声音 比较没有那么大声 后来就想到 三只小猪的故事 你记得那个时候 当时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故事 我们小朋友都喜欢听这个故事 对不对 他们去盖房子 老大 猪老大就觉得说 太麻烦 用茅草盖一盖就好了 后来很快就盖完 他就觉得 下面那两个猪小弟 就很笨嘛 你看一个 一直去砍木头 要盖那个房子 好 然后另外一个 还用砖去栖那个房子 他觉得你们浪费太多时间了 你看像我很快就盖完了 我就可以在那边 睡觉啊 打麻将啊 抽烟 反正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他觉得很轻松 那 那个 那个木头的 也盖好了 感觉好像 也看起来蛮牢固的 好 终于试验来了 对不对 大野狼来了 大野狼 一开始就找到那个猪老大 然后呢 哇 对大野狼来讲 这个事情太简单了 他用吹的那个茅草啊 就是那个稻草就散了 房子就垮了 所以那个猪老大就赶快去找二弟 然后呢 然后在二弟的房子 他觉得应该没问题 因为是木头比较安全 结果 这个大野狼一来一推 又倒了 这样子 然后后来 他们就去找那个小山 找那个 就是 就小弟 结果住在那 就觉得很安全 因为是砖造的房子 所以主告诉我们 我们建造 我们的属灵生命 你是用草木合街建造 还是金银宝石 在试验的日子 我觉得就很明显 所以 我觉得当我们说 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在我们的里面 你知道那个内在的 一个建造的生命 为什么 对有一些人来讲 它就是很真实 同样的患难 同样的疫情 有的人怕得要死 可是有的人 也是会害怕 可是知道 我要来依靠神 圣经上说 许多人以我为怪 但你是我兼顾的避难所 这是诗篇71篇的话 许多人以我为怪 会不会有些人觉得 你们基督徒很奇怪 疫情期间 差别严重 你们还去聚会 可是如果你说 我们今天去哪里玩 去哪里 他们就去了 他们都不怕 来聚会都很害怕 对不起 你要了解 你要相信 圣经71篇神的话 许多人以我为怪 可是神 你是我兼顾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兼顾的避难所 在我们的信仰旅程 会不会有很多人 觉得我们很奇怪 你遇到这个事 你应该去跳楼 这种事情 你怎么可能还坐得住 你饭还吃得下 可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很多事情 我觉得 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 去面对 去改变 有时候我们要忠心 我们好好地工作 我们好好地工作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 我们就是被陷害了 我们的创意就是被偷去了 老板就是不喜欢我们 老板就喜欢另外一个人 因为那个人是他亲戚 他就是要提升他 你也没有办法 你被fired 有时候我们就好像 我们被 好像就被请回家吃自己 那不是你的错 那这个时候 神是你的避难所 这个时候也许人们觉得 你应该要骂 应该要抗议 或者应该要我们去上告 提告 觉得说这是违反老基法 里面有什么样的交易 但是对我们来讲 没关系 主 我相信神冤在你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虽然我遭遇的情况是这样 可是我如果真的是有实力的 我无论去到哪里 神你会提升我 所以我把这个事情交在你的手中 很多人会觉得你很奇怪 甚至有时候会利用这个事件 希望造成给公司压力 施压 希望让老板知道 就是借力使力 透过你的世界 好像希望给老板 有一些什么样的压力 可是我们不这样做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 我们很委屈 可是我们知道 神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避难所 避难所讲的就是那个保护 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是住在砖造的房子 同样的暴风雨 你可能睡得很好 可是如果你是住在铁皮屋 你就会觉得房子都快垮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声音 是放大那种加倍的 那个很恐怖 可是今天我觉得 当然我不要觉得 我不要让大家觉得说 那我们基督徒要追求怪 我们越怪 那我们越觉得 神是我兼顾的避难所 我真的不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 有一些基督徒真的很奇怪 可是我们讲的不是这个 我们讲的是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我兼顾的避难所 在这个地上 我们为什么需要避难所 你知道有的人 他们被家暴 或者有些他们受虐 所以就会有一个庇护所 政府会为他们预备一个庇护所 让他们在这里 他们得到保护 得到照顾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仇敌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他就是要偷窃我们的平安 偷窃我们的幸福 偷窃我们的财物 偷窃我们的健康 可是我们有个庇护所 我们有个避难所 神是我的避难所 世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抗议 或者说也许他们会在那里闹 闹事 或者也许他们会在那里做很多奇怪的事 就是让人家知道 我受委屈了 或者让人家知道说 就是你的声音要很大 听不见我就拍桌子 让你听见 让你知道我很不满 也许是人 或者我们所听到的教导 很多好像人是这样子做 还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要这样子做 那并不是说 我们基督徒就很委屈哦 我们就活该 我们就应该受着 被人家欺负 然后都不讲话 有人打我左脸 我右脸给他打 有人叫我走一里路 我陪他走二里路 对啊 那就是神的话 可是问题是 神真的没有看见吗 有时候我们觉得 好像神都没看见了 这种事情 我们受委屈 我们受冤枉 我们祷告 我们哭泣 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 神你真的没有看到 因为我们伤害我们的人 他过得还是很好 他还笑得出来 他还高深 哦 他的人缘还很好 别人都站他那一边 可是我们心里就觉得很哦 因为我们觉得 里面有一个冤气啊 我有时候想到 为什么以前小时候 老人家小孩 最喜欢看包青天 哦 因为那个正义啊 不得章啊 所以每一次哦 看到包青天 哦 还有那个什么 虎头杂 一杂下 哇 大家就觉得 大快人心 就是要这样 可是在现代社会 我们觉得 好像没有啊 对不对 我们觉得 好像法官 好多 好像乌龙法官嘛 对不对 好像常常 判案子很不公平 而且不公平的案子 都是发生在穷人的身上 好像说 同样都是罪犯 可是如果说 有的人 他们有身份 有地位 有金钱 有时候就很多 有时候他们被判 就缓刑啦 或者说是 罚多少的钱 或者就和解 可是有些穷人 同样犯罪 好像就没有这么好康的 很多时候就是判得很重 因为没有教化可能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真的觉得 有时候我们好辛苦 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 我们被冤枉了 而在这个时候 神却说 祂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却告诉我们 祂是我们的力量 然后呢 神告诉我们 许多人以你为怪 可是神是你兼顾的避难所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你的反应 你是要跟世人一样吗 还是你选择 主虽然 我的环境这么糟糕 可是主啊 我真的就是要来 就是要来 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 对不对 你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 是在于 你的心 当然你的心 真的很平静 而且 你看见 像诗篇62篇说的 我的拯救 荣耀都在乎神 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 你知道我的拯救是神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 别人不会给你荣耀 别人给你的是羞辱 可是神说 祂给你荣耀 你的荣耀是在乎神 祂是你的避难所 所以其实弟兄姐妹 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在我们 跟随神的旅程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 一个属灵操练 为什么要花时间 在这里等候神 不只是今天早晨 而是每一天 我们都付代价 我们亲近神 我们祷告神 然后有一些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学功课 我们就是知道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每一个事件发生 就是仇敌要来偷走 我们里面平安的时刻 祂要让我们焦虑 祂要让我们生病 祂要让我们觉得 上帝不可靠 祂要让我们觉得 我们很孤单 祂要让我们觉得 我们很无助 祂要让我们觉得 最好你躲在家里 都不要出来好了 有的时候 我们正在被攻击 可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一个避难所 可是弟兄姐妹 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 这个世界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 本来就是会面对 属灵征战 但是问题是说 在一个患难当中 一个风暴里面 你要躲在那个避难所 就像我说 前两天晚上 哇 深夜 好多征战发生 不都是在深夜 你没有想到说 那个夜那么黑 那么可怕 让我们觉得 没有盼望 让我们觉得很害怕 可是 不管你是在铁皮屋 是在一个砖造的房子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 也许我们觉得 我们没那么属灵 可是你知道 我要躲在主的里面 你还是会得到保守 那也许有的人 你的信仰 好像砖造一样 那个很坚固 那自然你更觉得 哦 你的里面 也很踏实 很平安 可是如果 任何人 在风暴当中 你不要在这个避难所 你跑出去 你会怎么样 你就会被雨淋 万一打雷 你就会被雷劈 你知道就是这样 在外面 如果我们常常 跑到外面 我们就跑 离开了神的保护 在神的里面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九十一篇说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 当你的居所 神是不是你的避难所 在风暴当中 你是一定要靠自己的拳头 去解决问题 还是你就是隐藏在主的里面 有时候在等候的过程 等候那个风暴 经过的过程 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 很不容易啊 有时候我们所以为的 跟现实不一样 这个礼拜天 不是有大台风吗 据说是很大的台风 那天当然早上有聚会 居然会 我们感谢神 在十二点 十二点多还好 反正那时候风雨都不太大 所以居然会 两堂聚会 丢起来回去都平平安安的 所以我们弄一弄以后 我们想说那时候风雨已经咻咻咻 很厉害了 我就想说赶快 那我们也得赶快走了 不然的话 听说气象报告说 越晚风雨越大嘛 我想说那我们就赶快走 这样子吧 弄完也差不多了 结果我们就是在狂风暴雨当中 啊 反正你有撑伤没撑伤 你知道在狂风暴雨里 有没有撑伤都一样 全身都是湿答答的 那包包也湿了 衣服也湿了 常愧什么都是湿的 然后全身就像个落汤鸡一样 那你撑伤 那个是根本没有用的 好 就这样子 回到家 过没有到半小时 没有什么雨了 我想说台风雨 本来就一阵一阵了 等一下就会来了 越晚就越风平浪静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 我想说那我们在盖什么 我只晚个两个小时离开 从教会离开 我根本就不需要变成落汤鸡 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经历 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觉得快 因为我们预设 那个风暴可能会越来越大 所以呢 而且按照气象报告 好 应该会越来越大 那当然有时候 当你发现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骂 气象报告不准 我也常常觉得不准 所以后来我每次都靠祷告 这样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人 还是很软弱嘛 好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 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 一些风暴发生的时候 我们觉得快一点 或者说我们听很多意见 应该这样子 应该那样 所以我们就赶快去 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 可是有的时候 可能你知道天气是在乎神 神是掌管天气万物的神 神说有就有 命力就立 神可以对这个风暴说 住了吧 静了吧 这一切就风平浪静 只要一分钟 对不对 那个这一次的风灾 按照这个图面 气象图来看 那个风暴风是很大的 可是你看神掌权 它就这样从北方飘走 台湾连扫到台风尾都没有 你知道如果你扫到台风尾 那也是很大的风暴 很大的灾情 可是神掌权 有时候神的想法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 非同我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要来寻求神 有时候旁边会有好多 给你好多意见哦 你发生了这个事 你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 我们的经验是怎么样 你自己也Google一大堆 可是有的时候事实不然 你去做了 因为你越看 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 你越看越多消息越害怕 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很平安 虽然有人就说无知 可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太多 我们自己就被恐惧给吓死 因为我们知道太多了 我们知道我们若不仿犯这个 不弄这个 不做这个 那一切就完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因为知道太多 我们落入自己 那个自己的害怕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想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试试看 结果就搞得自己 像个落汤记一样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 有的时候慢一点 仰望神 在这个环境 我听见好多的声音 旁我的朋友这样说 我的家人这样说 这个网路这样说 那我搜寻的资料这样说 那别人的经验是这样 可是神 我不想我该怎么办 再等一下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董后神 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等候神 来相信神 各位姐妹 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真的会有很多的风暴 在今年的疫情 在台中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网路家人 他讲了说在疫情期间 他就得到恐慌症 然后呢 就有人 在这个风暴当中 你知道 就是 就是会害怕 恐慌症 你知道 那有时候是没有办法 你跟他讲 你不要怕 不要怕 他知道不要怕 可他就怕 这恐慌症就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 所以有人就建议他 喝浮水 喝浮水就有平安 可是呢 他也是怕怕的 后来 他就上网 他就开始听 教会的信息这样子 他说 他开始听信息 他就开始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喜乐 就好很多 神就帮助他 就很平安 就这边你知道 我们生命中 有很多的风暴 前两天我分享 另外一个信息 也是这样 一个见证 讲到一个 姐妹 也是我们的网络家人 他就提到 今年四月 因为他生了一个 就是重病 所以他在家户病房 住了十三天 后来出普通病房 又住了七天 他的情况很不好 可是呢 好像 而且每天 他就常常做噩梦 所以其实 很不容易 就陷入那个忧郁 你知道人 有时候为什么 我们保守 我们的心思意念 因为你一不保守 你的心思意念 一个让你害怕的是 好 你没有控制你的心思 一直注意神 一直看神 一直留在这个避难所当中 你一直跑到外面 你就可能变成落汤鸡 你就会生病 好 那所以好像看起来都无解 因为都在医院里面 就治疗这些 好 后来就有基督徒姐妹 就给他 这个 就传一个信息给他 让他看 所以呢 哦 他就这样子 就开始看教会的 这些信息 然后就提到 他每一天都听 每一天都听神的话 每一天都听神的话 他说三个月 我的忧郁症就好了 而且我没有再做噩梦了 就觉得你可以了解 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面对那些 不可逆的风暴 有时候人们会觉得 我们很奇怪 啊 祷告就好 听讲道就会好 你为什么听讲道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里面不听讲道 我们就会听很多 我自己的声音 我不听我自己的声音 我就会听很多 网络的声音 很多朋友的声音 我就会更害怕 所以你要听神的声音 你里面才会有 真实的平安 我想我们在有一个 澳洲的一个姐妹 她也是这样 我前不久听见 她跟我分享她的故事 我很感动啊 她先生是个道士 然后呢 有一天 那她的状况 就是耳朵也出问题了 然后又有焦虑症 她常常就会觉得喘不过气 身体出很多问题 问她先生也不好 她先生觉得 一定是我们的信仰 去冲到 所以呢 先生就觉得说 那就暂时就分开嘛 就觉得 而且就鼓励她不要信嘛 对不对 因为就会有冲突这样子 好 那所以他们就会有 暂时有时候 他们就没有住在一起 这样 可是她说 我就说 那她这些状况 那一定是有属灵的问题啊 所以我就听着听着 听说 家里很多偶像 我说那就把它收一收 我们就奉耶稣的名 收一收 那让这个家捷径 如果你害怕 你可以放十字架 就不害怕 她说 外面可以收 有钉在地底下的 地底下的 不能够挖地啊 这个很大的工程 在地底下的 我想 怪不得她这么害怕 所以她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后来我说 那附近有没有教会啊 我说你要去教会 寻求帮助 你可以 当然上网很好 可是我觉得 像这种状况 如果有人可以为你代祷 扶持你 也是好 她说有啊 就是附近的教会 有人来为她祷告 她说不祷告还好 一祷本来是一个耳朵有问题 再祷告另外耳朵有问题 这样子 她就觉得说 也是怕怕的 情况就越来越糟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风暴 她不晓得该怎么办呢 她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好 那 所以我会想说 我这样听哦 而且她也很担心 万一 万一 她把这些偶像处理了 然后 嗯 就是 可是问你基督教的信仰 也没帮助到她 那 这个也没有 那个也没有了 那她怎么办呢 你知道她 当然 我可以了解 因为也许 信主的年日没有那么长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怕说 万一上帝没有帮助我 那我之前的佛像 他又离弃我 那我这个人 我就是会 他就想要就会很惨 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我这样听 我想说 因为信心这么软弱 你也没有办法 我想说 你如果来这里 或许我们还可以 尽可能来扶持你 可是这样子 都看起来没有人 可以帮助他 那我说 那你就做最简单的方法 每一天放那个线上祷告会 我说你没有听也没关系 就在家里放着 让整个数灵空气来洁净 这样子 然后后来有一天 他跟我分享 他说有一天 7月14号早上 他说 他说 他说那天早上 他就做一个梦 他说他就梦见什么呢 他说 他真的把我的话听进去 他每一天 从那时候开始 我本来以为 他应该不会听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有时候 人们在这种信仰的根基 还没有很坚定的时候 有时候 你要他专注地 以神为他的避难所 其实我们不要控告一个人 因为有时候 真的不容易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以前的 那些拜拜的这些神明啊 他觉得他有帮到他 所以他很害怕 万一我专心地信耶稣 那这样子 都没有人帮他 万一基督教的 信仰也不够利 那怎么办呢 好 我可以了解 好 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每一天 他就 真的就是放 就是祷告 每一天 就把那个线上 祷告会的 每一次都有一个小时 他就这样放 每一天 后来他说有一天 就7月14号那天 他说他做了一个异梦 他就梦见 我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为他祷告 他就在中间 他被围在中间 他说那天的祷告 就大大的胜过他老公 他老公是个道士 这样子 大大的胜过他 这样子 他说他全人全身 就在那里被神的喜乐 给包围 好像那个信心就更多地上来 我听得很感动 而且他说他身体的这些症状 就越来越 虽然有时候还有一点反复 可是他觉得情况 都比之前更好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很艰难 今天我们不能说 你先生是道士 离婚 不然这样的话 信与不信不可能 同父与二 而且你看这样一直被刷 这样子也是不行的 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办法 那也不对 但是我觉得最棒的是 我们应该相信 你自己要好好经历神 然后有一天把你的先生怎么样 带进这个信仰 哇 有一天我们说 某某道士信耶稣 不是很荣耀神吗 好 可是我要强调的 弟兄姐妹 我真的要强调就是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同在 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主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从底来就是要偷窃我们的平安 有的时候他就是不要让你好像去经历神的恩典 可是问题是 你一定要认定主 你一定要相信 只有神可以救我们脱离凶恶 一切看起来在困难的环境 主我要专注在你的身上 你的同在 主是我的避难所 主我就是要来依靠你 所以你不要害怕 所以有人以你为怪 因为人们觉得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正常 你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可是一个真实属乎神 或者说我们更认识神的人 我们可以明白 从底你来是要偷窃我的平安 我家庭的和谐 甚至有的时候 仇敌就是要来夺我们的性命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要 这个时候 我最大的需要就是 我要隐藏在神的里面 神是我唯一的避难所 就不要害怕 真的不要害怕 这个礼拜天我也听见我们有一个姐妹 她也是讲到说 因为她有 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疫情期间 我觉得可能是压力太大 所以有时候就会引发有一些状况 所以她的皮肤就整个爆完 你知道 就整个就是很不好 她就看医生 她擦药 她觉得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当你觉得都没有用的时候 她就祷告神 可是但愿我们不要觉得 都走投无路才来祷告神 而是应该常常仰望神 可是也很好 她就祷告神 主 这皮肤病 医生看都看不好 药也都擦了 就还是不好 全身就痒啊 然后抓了 破皮又结痂又破皮这些 真的很不舒服 然后那时候又在疫情期间 看起来也没有人可以实质地服侍她 就很困难 她就说 祷告主 祷告主 主就跟她说 你要参加线上祷告会 七次 她说七次 她就想到 对 乃曼得到皮肤病 乃曼那个将军 叙利亚的将军 他也是得到麻风病 都看不好 然后呢 她就去约旦河 先知就要去约旦河洗澡 七次 她就得医治 那现在 我不可能去河里洗 那我要泡在那个 祷告会的河里 我就去洗七次 那主说要上网七次 就可以得医治 你会不会觉得很怪 我想一般人都觉得很怪 有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意思是 你七次之后 你就真的会好吗 有的人也许 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七次讲了 你至少要经过两个月 人们会觉得你很奇怪 可是我们这个姐妹 她就是很单纯 她就是很单纯 你知道她本身 她之前也有恐慌症 这个时候 再加上这些疾病 都很可能会再爆发了 可是她就相信神 她说 她说我就是参加 每一次的信仰祷告 我就跟她参加 第七次 我就完全得医治了 那我的问题是 她第八次 还是要继续参加 就是我们不能说 有的时候我们人的问题 就是 我们从神领受恩惠 主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我考上大学了 我买房子了 我结婚了 然后就跟上帝说拜拜了 这个是不好的 可是有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这样 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 神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来是说 对 在世上 苦难是免不了 试炼是免不了的 可是 这个时候 当试炼发生的时候 你里面有一个避难所 你要学习回到里面 仰望神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许多人会以你为怪 因为人们觉得 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有的正常情绪反应 是什么 可是你知道 一个月在主里的人 他里面就有一个 不能够震动的国 因为他知道 主 你是我兼顾的避难所 为什么诗人说 你是我兼顾的避难所 因为我不兼顾 在苦难当中 在试炼里面 我们就是不兼顾 我们很容易 我们很容易 看风向 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 我们心里觉得 真的会这样吗 可能会那样吗 我们会很害怕 可是神 你是我兼顾的避难所 我不兼顾 我很容易软弱 我很容易跌倒 我不认识我自己 就像彼得一样 他不认识他自己 他以为 他不会否认主 可是 就像主说的 那一天 计较以前啊 你要三次不认我 有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以为我们站立的稳 我们一定不会跌倒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在一个试炼当中 一个风暴里面 我们竟然跌倒了 我们就很懊恼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很糟糕 然后问题是我们继续把眼目 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其实没关系啦 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说真的 我们人都很软弱 可是我们跌倒再爬起来 一人七次跌倒 我们还要再爬起来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来依靠神 慢慢地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 那个结构的避难所 那个不能够震动的国 它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同在 真的 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 好 你里面会有从神来的平安 虽然魔鬼想要不断地偷你的平安 你的喜乐 你的信心 可是你知道神 你要保守我的心 我要这样继续依靠你 所以每天我们都要让圣灵 来充满我们 让圣灵来守护我们的心 我们唱这一首更多充满 然后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那我一起宫 就算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